7月1日中华職棒季中选车会 位由状元签的卫权龙队选择凭证重炮游击手刘继红作为今年的选秀状元 这也是自2017年LAMIGO团圆六建復 2018年富邦岸将戴培峰 联三年由高中球员成为选秀状元 LAMIGO团圆队3日抛出转卖震撼弹 林队刘介廷受访时表示 今年会朝三连霸目标前进 并且就算未来球队转卖未果也会坚持下去 焦点转回篮球场上 Kawaii Learned 与Pro George 6日投下震撼弹 吸手加入洛杉矶快艇 而没有抢到Kawaii的洛杉矶湖人 则是在7日完成与纽奥良梯湖的Anthony Davis 交易案 2019拿破里世大运 中华健儿至今夺下4金5银3桶的夹击 且安马王子李志凯在安马项目完成2连霸 不仅是世大运安马之赛唯一突破15分的选手 也成为台湾提倡史上 在世大运拥有两面金牌的第一人 今天的发烧话题带您来看到的是 第四年来才发展的中心兄弟羊头爱迪顿 近期正努力地学习中文 除了平常与翻译讨教之外 队友们也时常当起他的中文小老师 究竟队友们教了他什么样的中文呢 8点钟诚实上线 敬请期待 以上就是今天的TSNA体育周报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为友状元签的魏晨龙 选择凭证重炮游击手刘继红 成为今年的选手状元 这也是 这也是 中信兄弟羊头爱迪顿 近期正努力地学习中文 除了平常与翻译讨教之外 队友们也时常当起他的中文小老师 我破音了 对不起 如果喜欢我们的周报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哦